2022年台灣九合一選舉 和18歲公民權修憲案復決 是同時舉行的 選舉結果終於塵埃落定 國民黨大勝 不單是在最重要的六刀拿下四勝 亦都在市隔八年之後 真是這次是拿回基隆 光復基隆 贏勢和上界是相若的 民進黨就大敗了 除了因為有候選人病逝 而要推遲選舉的嘉義士之外 這次21席分佈是國民黨13席 民眾黨一席 民進黨五席 比之前的七席減少了兩席 喪失了原本執政的新竹市 桃園和基隆市 只守得著台南市 高雄市 嘉義縣和平東縣 這次取得了澎湖縣 剩下兩個縣市 苗栗縣和金門縣都是由無黨籍的候選人拿到的 但是這兩位候選人都是被普遍認為是偏向於國民黨的了 拿到苗栗 原掌選舉勝利的無黨籍中東感 他選舉之前是被國民黨以 排黑為理由拒絕去提名他 但是他仍然堅持參選 結果遭受到開除黨籍 但是他就說 我永遠都會在南營 國民黨方面 這次一共是拿到13席 和之前的數字是持平的 但是重要的是他們拿回桃園市 基隆市 和最重要的首都台北市 民進黨可以說是重複了2018年再次大敗的結果 那合一選舉究竟是甚麼來的 這選舉有甚麼重要性 合一選舉是每四年舉行一次 選出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 縣市長、縣市議員 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直轄市山地原住居民區長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 和村旅長 當然最被受關注一定是台北市長的選舉 因為可能會為兩年之後 2024年的大選是奠定了基調 若刻一落幕 外界的目光就會立即轉向不夠兩年之後 就會舉行的大選 這次台北市長是有三個人爭 三強爭霸 投票率是67.7% 國民黨候選人蔣萬安是拿到其中的42.29% 是以57.5590票當選 他今年43歲 他將會成為台北市上最年輕的市長 地方選舉的勝利給了國民黨很多新的可能性 除了黨主席朱立倫 侯友宜 蔣萬安現在都被視為一位明日之星 蔣萬安的父親是蔣孝賢 蔣孝賢和他的子女一直都是跟媽媽姓張 文章的章 直到2005年 蔣孝賢是經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內政部 法務部等部門的法律程序改成蔣 他的子女同時改成蔣 蔣萬安說自己十歲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是蔣家的後人 但他們跟蔣家第四代的人很少互動 這次選舉結果跟之前的民調相似 體現了非綠營的整體勝利 這次選情揭示更關鍵的跡象 就是綠營的失敗 是甚過於藍營的勝利 民進黨失利的原因有很多 民進黨這次提名是沒有搞初選的 表面上是迴避黨內的對立 但實際上沒有被提名的人 就會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 間接造成了選舉當中各種黨內的不團結 還有就是當下由民進黨執政所創造的 正經社會的大氣候 包括抗疫不力等等的問題 就跟選舉政治的小氣候連結在一起 真是咬回自己一大膽 民進黨曾經都是自此選票和議席的優勢旁 過去推政策施政的時候 就很少展現廣修民意的作風 反而經常被人的感覺霸王硬上攻 缺乏了理解社會的需求 導致民眾對他們的執政不滿意 民進黨這次失利的另一個因素 在於抗中保台的宣傳策略似乎失效 2020年台灣大選時 林鄭月娥幫了蔡英文一把 憑藉著當時香港反修例運動 蔡英文就對台灣的民眾如論如情 是洗牌 依靠民眾的恐懼心態推出類似的概念 扭轉了選情的頹勢 但這次複製這個相同的策略 似乎是做不到它的效果 現實是民眾對他們在疫情大流行期間的執政不滿意 是蓋過了對兩岸議題的關注 民進黨執政這幾年都是困難的 在內政上無論如何都有些地方是不盡人意的 這次可能是台灣的選民想用選票來教訓一下執政黨 事實也是 如果跟歐美、日本等地區比較起來 台灣政府在紓困和振興經濟 這兩方面所做的事真的不多 加上高房價 年輕人瘦之少 這些老問題雖然都掛在嘴邊 但好像近來都沒有什麼決心去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民進黨抗中保台的策略 現在的邊際效應不斷在遞減 台灣年輕世代 現在可能是意識到抗中沒有辦法保台 在目見兩岸近年的關係急凍 包括解放軍八月軍演和蔡英文在反應之後 如今不希望台灣再陷落於戰爭的境地 之後的2024年台灣大選 綠營的情勢會不會反彈 就可能會左右兩岸的未來 又有一個不能夠忽略的事實 就是綠營的基本盤是沒有變的 仍然在 藍營的得勢主要是因為中間選票的飄移 根本是未能夠撼動到綠營的票倉 而民進黨今次抗中保台失散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台海近期相對是風平浪靜 綠營未來政治走向本質上和北京的推動 可以說是物不可風 看看北京是否想做民進黨的助選人 原本冷對今次選舉的內地官媒 第一時間發布蔡英文 因為選舉失利而要辭職的消息 國台辦說選舉結果反映了 倒內求和平求穩定 要過好日子的主流民意 中國政府會將台灣的九合一選舉的結果 解釋為是習近平的勝利 亦都進一步擴大成果 不但不限於投入更多資金 用於對台灣的資訊戰 強化與國民黨原市長的交流 增加與國民黨的聯繫等等 希望更近一步 弱化台灣抗中保台的意識 與今次選舉共同舉行的18歲公民權 修憲案復決 大約有565萬人同意的投票 比投不同意票的多了63萬 可惜未獲得到法律規定的選舉人數準額半數 即是962萬票 今次的結果是未能夠通過的 雖然這件草案 幾乎是國黨各派罕見一致之遲 即是有甚麼意思 即是意味著大約有41萬18至20歲的台灣年輕人 他需要等到20歲後才能夠擁有選舉 被選舉、罷免、創制、復決 和參加公民投票等權利 台灣選舉結果先說到這裡 又是時候分享一些湯水的心得秘密 要保護皮膚不只是靠護膚品就可以了 要內外兼收 你只有內外同時保養得宜 才能夠有亂白的肌膚 用栗子來煲湯會令湯很甜 再加上雞肉就十分滋潤養顏 大家不妨可以試試 如果你覺得太麻煩不要緊 因為現在已經有即飲湯包供應 今次智雲有禮送出的 是桂圓尾養生強體滋潤養顏的即飲湯包 加熱三至五分鐘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絕對沒有添加味精、防腐劑、人造色素 更加沒有額外添加鹽 是採用高溫高壓滅菌技術製成 可以常溫保存 桂圓尾的湯包有很多功效 還要有不同的味道和款式 大家快點行送 湯包送完即止 除了可以得到湯包之外 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同一次免費療程服務 大家快點按一下 以下說明description欄目當中 桂圓尾的連結 給我們一些簡單的資料 方便我們聯絡到你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大家一起 看看桂圓尾湯包有甚麼好處 到市人生活節奏緊張非常繁忙 要自己煮一口湯水來喝一下 多難 不過不要緊 桂圓尾有新的產品推出 桂圓尾除了幫助你外在好美之外 內在尾也照顧 他們有五種湯包 健脾、健肺、補腦、去痰、保護喉嚨 各式其式各樣都有 這些湯包沒有味精亦沒有鹽 相當健康 而重點是只要將它們放在熱水裡 五分鐘就可以飲用 是否很方便 如果你想買的話很容易 上去HAE shop網購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 可以去發醉生的中心 或者是貴圓尾的中心 弄一下頭髮 護理一下頭髮 再買一些湯包回家喝 也可以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